没有让对手有太多的好的射门机会 好了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中国体育直播TV为您现场直播的 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甲鸡联赛第四轮 资博促居和梅州客家的下半场的比赛 下半场比赛一上 双方那个脚 严一鸣刚一上场就被吹犯规了 他跟余泽平应该是对位的一个换人 严一鸣这是他本赛季第一次登场 直接跺脚面上 矢亮这个球感觉出去之后 右脚本身就有点掰 感觉脚腕这块本身就有点掰 然后在脚腕有点变形的时候 严一鸣右脚也踏上了 这一下弄不好是要崴脚 严一鸣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登场 前面的比赛还没有亮相过 今年23岁 指点作用出来了 看这条打门 球速比较慢 对第一点是敦比亚拿到的 球速比较慢 感觉下半场比赛一上来 双方都想把这个节奏打得快一点 不像上半场一开始 先稳一稳先试探试探 对 梅州客家肯定是希望把节奏打起来 您现在就像如果是还像上半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在外围倒来倒去 传来传去的话对方五后卫一旦这两个边后卫没上去 这五四一这个防守阵型这么一站好 后边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小 是 31号苏世豪 上不场比赛呢 因为在屏幕上方的有边线 所以看到的机会不多 那身材来看呢 他应该是一个技术比较好的边后卫 拿球的这就是苏世豪 想传对方身后想找吉森 陈子彤带着也非常辛苦 陈子彤和南云齐是自博处居的 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除了西尔瓦以外 打比赛时间最长的 只有西尔瓦是打满了三场比赛的全场 从南云齐每一场比赛都是首发 其次都是打的时间很长 西尔瓦 这严一鸣比赛尽头挺足 可惜这个球是没有能够控制好 所以碰到他的身体之后出的底下 他的身体跟苏士豪比起来那脸差距可就大了 苏士豪 连途两个到第三个 以晨光上来了 有点大 这年轻的球员 包括上半场比赛的 自博处居这边的U23的球员郁泽平 包括梅州客家这边的U23球员苏士豪 这都拿球赶突破 是 这点是值得提倡 敢做动作 郭毅换下来了 上赛季前期作为U23球员陈国康打这个位置打得很多 有的时候是陈兴跟他换着打 后来是郭毅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右边前的位置 郭毅是不是有一些伤 不然的话下半场比赛打5分钟换下来 那跟半场中场的时候直接换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跑了这5分钟之后感觉身体实在是太不舒服 反正他今天的左脚是不在点上 对 小刚 这球传过去就有危险了 哇 打身后 同时中后位上去 还不止上去一个 那么后边的空档 梅州客家也是想利用 但是这个速度太慢了 速度太慢了 好 好 当有一支球队铁了心了想死守的时候 对方破密集防守 这个难题在全世界都有 对 刚才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陈国康带球突然停了 然后又回传了 整个节奏就被打乱了 有机会来叫远射 有机会来叫远射 打骗了 几三 面对顾俊杰的时候 美洲客家真的是应该加强一些远射 但是前提是得打到门框放一支内 得让顾俊杰做出铺就 这样有可能捞到一些补射的机会 吉森速度起来了 跌到中路 送个直线 敦比亚领过来有机会 小角度但是没有打 再传球到后点 投球顶一下 第二点这是阿尔比把球破坏了 难兴起这下 这肯定是犯规 这肯定是犯规 今天这样的场景是出现三次了 双方对彼此在争抢高球的时候 真是敢下手 只不过这样被撞的球员从后边被撞真的是挺危险 你不知道哪根骨头就有可能鼓励 这肯定是有减热的 脸的阻碍 这肯定是有纷面的 对 有一点 草包 真的 加露的 能够一直没救过 再说 补射 我说不定的 虚早 这肯定是 zach 对 然后 水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米兰李斯蒂奇就说了 对方的实力和排名是不相符 无论李斯蒂奇是真的这么认为 还是说仅仅是为了客套一下 客气一下 而且是让自己的队员别轻敌 但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场面来看 自博促击如果说球队的思想能够统一 验针防守的话 他其实是呈现出一种严阵以待的那种感觉 现在感觉自不促击 我这场比赛我就奔着一分去 我能接受 我不是说一定要拿三分 但是美洲客家可是必须要拿三分的 吉森就说了 说这三分拿定了 对 外援比较实诚 特别是 他是带着吉森参加的发布会 赛前带队员参加发布会的很少带外援 很多的时候会选择后卫 有的球队的做法是四场比赛 赛前发布会 教练会带四个不同的人去 一般如果是中国球员去说话 就是客客气气 谦虚谦虚 但是外援往往就是 这话能说多大 说多大 能说多马 说多马 可能吉森面对升班马 他可能也有信心来迎对手 就感觉在新发布会这个环节 这老外他们真是不怕打脸 这甭管是哪 这包括国外的比赛也是 新发布会赛前一采访 我们这信心太足了 这场比赛就是得赢 这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说的 李本健 李本健这个右脚 裁判可能不关心伤情 说你先到场外 对 我们这比赛马上恢复 然后他也是一对一 从外面绕过来 这样就能够 让这个停队的时间少一些 再看一下 脚尖是不是捅了一下 是不是崔薇的右脚脚尖捅了一下 对 捅在脚踝上有可能 有自拨促拘的球迷到现场 这不容易 不容易 远 而且是打出了支持球队 支持主教练的横幅 标语 而且现在也不是假期 看这次投球顶下来 这就是 顾俊杰也跟这儿纳闷的 我都喊了 我都出来的 阿比不管这些 李成光护着球 但阿比不管 直接就大脚 因为他刚才在往回 冲着球跑的时候 他的右后方有外援 有对方的进攻球员在这 他肯定也考虑到了 他不知道 对方有没有跟他一起往这儿跑 索性一个稳妥的处理方式 阿比这胡子是真有特律 下半场这十几分钟 这个节奏又慢慢回到了上半场比赛 开始阶段的这个节奏当中 美洲客家把这个速度始终是提不起来 看这次苏士豪左脚的传中到后点 投球 吹了攻方犯规 对 吹了攻方犯规 但是这个球能顶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先把对方拽倒 双方身体始终撬在一起 先把对方徐友刚拽开 然后自己都已经头都快着地了 还顶到这个球 闫一鸣的上场实际上就是为了要限制吉森 因为余泽平从身体对抗 还有速度来讲跟吉森是有差距的 所以他上一个更强壮的闫一鸣 就是守住自己的右边路 主要是针对吉森 而且闫一鸣能跑 对 你看进攻的时候 闫一鸣的位置是非常靠近中路 非常靠近自己的中方先 实际上这个球断得很清楚 其实自波速军进攻的时候 往往就是围州客家 能够获得机会的时间 这个犯规有可能释放 这是给牌的 实际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而阿尔比这个球断下来之后 如果让它再过去 那就非常危险 他这下神像也是稍微有点大 这也给了史亮上来想断的机会 这个字幕挺吓人 这就对了 黄牌 一本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方踢到他脚踝那一下 带来的仅仅是一个硬伤 自波速军在自己后场的这个倒脚 一定要小心 看似挺安全 但实际上这种地滚球传出去 真的是有可能在地上 不定什么地方就能够弹出来 梅洛克加在拿球的时候 自波速军就是把阵线使劲的往回收 上墙也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但是后防线站得非常速 梁洪鲜明的传球 梅洪鲜明的传球 梅洪鲜明的传球 对于自波速军来说 后场拿到球今天是有很多次 试图想把这个球直接传到对方后卫的身后 其实这种打法也能收到一定效果 毕竟对方这条防线也是非主力球员构成的防线 真是打到这个危险区 感觉梅洪克加这条后卫线也有点慌 西尔瓦抢得很凶 但实际上它是属于那种吃饼型的情风 不是那种自己能够拿球能够创造机会的类型 今天敦比亚其次穿球都不是太好 刚才连续给吉森 穿了两脚都没有到脚下 敦比亚这个赛季打到现在 他的发挥 真的是没有达到上个赛季的水准 上赛季进了7个球 我记得 11场比赛 而且上个赛季 他给对方后卫线带来的那种压力特别大 但这个赛季自身的状态没有调整到最好 其实梅洪克加整个球队的状态也是在慢慢的寻找 你看前面的比赛赢球 他领先天山雪豹2比0 然后快结束了让对手追回一个球来 那场比赛其实比分不能反映两个队在场上实力的差距 你感觉好像梅洪克加应该3比0完胜对手 对 结果还丢了一个球 赢陕西也是1比0 替补的卢林86分钟进球 到第三轮就0比1输给了浙江 霞兰 把腿很长能够住 左脚的传中被挡出底线 你看他速度不快 这步伏大 不频慢 但是腿长有的时候之争管用 王志导跟王栋到早就认识 资博促军的角球 机会不多 要珍惜 战术角球 问题是这倒到了李本坚的右脚 球就没有传好 传得很低 再给到左边徐阳扣回来 能突破 到底线走 又是一个角球 徐阳今天难得有机会 能够展现自己带球过人突破的本领 对 人球结合还是好 继续发展 都是接近一米九 李新宇 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怎么看见他 这样的局面对门将来说其实也挺难的 没什么机会去热身 没什么机会去找他的这种比赛的感觉 但往往对方通过反击定位球真是有一个机会 就有可能是致命 看一看李本坚高举双手 看看这个球是怎么打 对于自己队友的跑位不太满意 重新等了一下再来罚 投球攻门 李成光顶到了 感觉阿尔比和几个队友一起把这个空间 给后面的队友给他顶出来 冲出来 最后这个球是没有能够顶正 这是他的特点 看这次传球到禁区里 顾俊杰打了一下 直接是打出了远端的边线 他没有双手去抓 卢林上了 换下李俊风换上卢林 看看位置怎么站 感觉教练用卢林好像是出现在中场中路靠前的位置 就是要他在进攻当中的传球和远兽 他在复利的后半段尾声的时候 实际上也打过这种类似于后腰的角色 看看他防线位置怎么站 矢亮是出现在右边后卫的位置 中场是卢林加崔薇 他是出现在中场中路 他的比赛经验确实非常丰富 盐一鸣的上场对吉森还真是有很好的限制 这个球结尾只有传给对手 但是自不促进后场 这边要大举压境了 看这个球传得非常高 球速很慢 在空中顾俊杰把球稳稳地抱住了 这样的球速不会对顾俊杰造成任何的干扰 但是有了敦比亚之后 这起高球的次数率增多 其实上场贵宏争投球的机会都不多 感觉队友也没有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大支点来使用 贵宏赛季第一次首发也是平淡收场 前上个赛季贵宏有好几次都是替补上来发挥作用 那时候在贵州 然后一打首发又表现不是特别好 真是打到难晕棋这一侧 有正面的产球 这个动作看裁盘怎么 也是一张黄牌 看 好厉害 但是其实是吃到了自不促军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嗯 我也要被传球 这球啊很转所以顶起来比较便扭 还行 脚球 有特写了哈 嗯 刘萍萍 creature 你看叫皮控以大色的语弹 在八字眼呢 就有人让我们阻挤了 ��的iell方形 这些球是非常厉害的 来看脚球 美洲河家运动战打不开局面 看看定位球 低点没有征到 连续两点都是对方在控制 对 斜尔瓦征到了低点 动作很隐蔽 但是拉拽球一了 这是闫一鸣的犯规 卢林的经验很丰富 他身位不占优势 但是球下来之后 他这个移动 关键是闫一鸣右脚停球 离身体太远了 这个正队球门 有时候是大力出奇迹 而且正队球门 这两个角度都可以选择 不知道人前后面会不会躺着一个 卢林是有定位球直接破门的 人前后面没有 你要打地棍球也可以 卢林的左脚 吉森的右脚 看卢林 拨 吉森来脚远射 人前还是发挥的作用 对 有点 嗯 吉尼 你看这个球一旦打到前场 自不俗俊一个球打到前场之后 对方后卫在处理球团的时候也是球稳 不是说非得控制下来传给队友 有的时候也是直接破坏 杨文吉好像是怕撞上心 赶紧探头先顶着去 今天杨文吉他在处理球的时候 不犯错 不会说自己试图停下球 试图去传球的时候 让对方把这个球断下 没有这种时候 能破坏就破坏 处理球非常干净 助理裁判11提示裁判 好像有犯规动作 吹了闫一鸣的犯规 在奴隶大脚破坏的时候 闫一鸣 看看 闫一鸣 这一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伤人的危险动作 刚刚上场十几秒就吃黄牌了 对 当时助理裁判离得很近 他的小旗摇的幅度很大 但主裁判可能 因为他是晾着鞋底奔着庐林去 只不过是没踢到而已 有的时候反正实力要弱一点的球队 教练都会提倡顽强勇猛等等 梁宣明对李本健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嗯 嗯 错过 哎 根本没碰到球 这李本健多年老太大呀 贴了七十分钟 可能会挺疼的 对李本健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是 而且自不促居这几场比赛 李本健在不在场上 这个中场完全不一样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控制能力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到这种要劲的时候 感觉黄毅指导也不太敢轻易的让他下场 但你想想十轮这比赛节奏很快的 差不多五天一场 五天一场这么大 镜头没有跟上 因为这球已经到顾俊杰怀里 是不是有一个准单刀的意思 文将出击了 吉森这一下配合的好 这段踢得好像比较混乱 都怕紧闭 双方的后卫其实都怕紧闭 吉森起脚传终 这个球打出来进取里边 自博促居有一个拳是倒在地上 这个传终之前就倒在地上了 实量犯规 到了这个时间点 感觉自博促居这边其实就 再看看刚才进取里边 敦比亚的胳膊肘 虚牙倒在地上 张红江鼻子出血了吧 出血了 可以看到敦比亚明显的左臂 有一个向外张出的动作 首先要做的是直血 对 球衣上有血的话还得换球衣 确实出血了 这出不少 那就看黄红衣指导怎么选择 这个时候如果说 选择等待徐阳接受止血的治疗 能够继续回来比赛 应该问题不大 继续比赛应该问题不大 继续比赛没问题 看血能不能止住 必须得止血 胳膊腿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血流 那就不能再踢 这一等 有可能在场上在几分钟之内 就是暂时少打一人 如果换人的话 是不是有足够合适的人选可以换 少一个人 如果换人的话 李盈健 这是前面几场比赛 看这次投球 顿比亚 确实有威胁 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 李盈健是在前面两场比赛 首发打 打左边的位置的 如果是五后卫里边的左后卫 还是四后卫里边的左后卫 都可以打 而且他跟阿尔比是 相信都是在这一区域是比较稳的 加上徐有刚 这边梁学平有机会 闪开角度 打门 冲进了 80分钟 正好少一个人 80分钟 这时候感觉刚才自博出局的很多拳有点愣实 而吉森 经验丰富的吉森 这个时候抓住对方在防线上的一个空当 传出了致命的传球 随后就是梁学明个人能力的一个体像 是啊 赛季第一个进球就是由他打进的 这是他个人联赛的第二个进球 但他四个进球当中有三个都是替部队员打进 我们再来看这个球 这位卢林 首先吉森对于张鸿江这个动作 自博出局的很多球员认为是犯规 随后看这一下手上有一个小动作 然后传过来空当非常大 阿尔比这下扑的有点猛 有点猛 那么梁学明他的身体非常的灵强 马上转过来就是一个面对门将的一个很大的射门的角度 然后我们看好像这边 资博出局的教练席好像是对裁判提出质疑了 裁判这边还要出盘弹压 因为中甲的赛场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 你看王栋那个手势就很明显 就是他认为吉森有手下压的动作 对 影响了张鸿江起身的防守 在中甲的赛场上没有视频助理裁判 所以裁判员他的判法 如果说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跟他在耳机里说了 或者摇旗了 说有犯规 这个时候商量商量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途径能够让主裁判的吹发 也确实是点倍 徐扬是受伤在场边接受治疗 出界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徐扬是等他还是不等 如果等 那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 看这时候徐扬重新投入战略 但他不在的时候 他一回赛场说怎么比分变了 对 还是经验 还是经验 那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主教练尽快地做出决断 你看 现在陈阳手里边还拿着直血的棉球 还在擦自己的鼻子 所以这个过程 这个直血的过程是没办法控制 不知道什么时候 特别是鼻子里边流血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血能停住 少打一人的时候 特别是房先生少打一人 是最危险的 这挺脑的 好 一点远射 但是男人群有点远射 这谁可以颠出来的 苏世豪吗 这脑袋是够硬的 脚球 那换人了 看这次脚球前点 每次可以把球顶出离本剑 再往边路给 找到南云齐 这个球给的太轻了 前场的界外球 颜一鸣没来发 准备接 一个小小的搓船 想找颜一鸣 也不想换到左脚 可以完成正常的船中 这球踏得不错 有反击的机会 天门中断 楚江开 右边空囊非常大 陈国炕 先往底线走再传球 这时候被门将挡出来了 力量像射门 关键是往底线走 这个角度太小了 对 它再启动的时候又是笨底线 等于把角度给压小了 这一下往底线走的话 两个外援好像都不满意 梁学敏 其实刚才这个球 自己再待一会儿都行 这一会儿都行 这一会儿都行 看楼林的跑位 跑错了空档 空档 李晨光 对方只能犯规了 李晨光的犯规 对 反正很明确 就是人千万不能再过了 对 球过就可以 人不能再过了 这两个腿分开 就这一下 楼林踢球 你想 楼林这身高 这打拼一辈子 他总得量对方后卫 俩腿间的距离 这个定位球 看一看 敦比亚上来 这个高点确实很有威胁 那么再加强劳烈斯 这个投球能力很强的后卫 克罗斯在世界杯上的定位球进球比例要近一点 看楼林 右脚打到后点 头球顶回来 已经出底线了 远达的第二周围裁判已经举齐了 走速军如果说想加强进攻的话 最后几分钟倒可以把刘子明换上了 连换两将 林剑上换南云旗 陈自同也被换下了 上场的是 11号孙伟哲 和28号李迎剑 这样一来就是把徐扬推到前边去 发挥他的进攻优势 对 专职在左边防守 零米落后 黄之岛一下就换了两个人 反正做最后一搏 或者也可以 看这边有机会 调整过来 左脚打门 形成一个脚球 对 有脚球也行 刚才几次在左路发脚球 李本剑都觉得中路的队友 跑的或者说站的位置不对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所以刚才也是搂着希尔瓦的脖子 李本剑来开 咱看一看他跟希尔瓦之间 能不能连上线 正在希尔瓦的进区外 前面有队友给他挡拆 李晨光是负责去倚出空间 给希尔瓦倚出空间的 这个时候在进区里边位置上的争夺 双方都是寸土不让 罗列斯要钉希尔瓦 希尔瓦跑空了 看这次 差一点 哨子先响了 吹了进攻队员手球 实际上希尔瓦刚才这一次 对方真是把他彻底的给钉漏 再看 身边真的是没有人去李盈剑这一下 这个是不是李盈剑守球 对 第一个出球的是李盈剑 但是希尔瓦最后射门动作 还是看出 这么大个想倒钩 看出一个中锋的基本功 零件下来之后 他是出现在了封线上 而不是说一个对位的一个位置上的 希尔瓦应该还留在自己的左边路 刚才苏士豪犯规 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进攻 原本的541这个阵型已经不需要再保留了 需要在封线上增加人数 看这个球起得很远 到后点阿尔比 陈国康的大脚破坏 能补多少时间 4分钟 差不多 这4分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在下半场的一个补食的时长 他没有过多的倒地等等 只是看这次人球分过李盈剑 要绞球了 对方是碰了一下 进沙坑了 刚才是一个沙坑 这田径场 综合体育场 综合体育场 这个尾党保护还是得做好 绞球是机会 广告还是不够多 要不买一块送一块 看这次脚球 打到后点 投球顶到猪鹿 再打 没有 没劲 这个球没劲 李新宇整场比赛 没有机会看到他 这个球是没打上力量吗 怎么这会就放慢动作了 看看 没有越位首先 最后射门的是盐一平 对 没有用一个常规的方式 没有办法用常规的部位 在他身前是梁玄明你知道吧 可能梁玄明影响了他的这个射门 说他手球了吧 对 吹了敦比亚的手球 字幕也没有给补多少时间 越位了 这球是越位了 看着就像越位 看着就像越位 球员情绪失控 这是新上场的11号孙伟哲 这一把把裁判给布了开了 他不满的发现 主要是不单单是这一个越位 还有之前球队丢球那一下 全队 资不出击全队都对裁判的判罚不满 都心存怨恨 长得有点像郑凯木 比郑凯木帅吧 说补多长时间了吗 还没说吧 没看着 这转播也没有给第四官员 场上太激烈了 都盯着球员盯着比赛 席尔瓦 对 看孙伟哲的跑位 哎呀 席尔瓦带球真不是他的强项 梁贤明 给到右边 再横传 陈国康 双方现在进攻机会都是反击 都是反击 陈国康的传球 直接找中路 但是进区内的自己的队友先倒地 李英剑 拿好球转身 看到没有好的传球点 自己先带一下 哎呀 再给到走路 直接起高球了 先把胸部做给后面的队友 李英剑还想传球找队友 他是想右脚外脚背传球 李英剑那几次处理球啊 犹犹豫豫 也不是非常的果断 耽误了一些时间 李英剑把这个球往进区里搓 但是找不着人 没准他被包住了 这次起跳争头球 裁判员没有吹 再摆渡这一下 是直接顶出了底线 而这个时候 主持三分钟的时间到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在中下联赛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当中 维州客家是一比零战胜了资博促军 在前面四轮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是拿到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目前积分上升到了九分 胜负都是一球之间 赢一比零 二比一 输呢也是零比一 没错 好像没有显示出在场面上的实力 但是积分是刚刚的 对啊 这是刚刚的 这个三分一拿 浙江好像心里有点凉 相比而言 那资博促军今天没拿一分就想的有些遗憾 有些遗憾 尤其是丢球那个时段呢 当时徐阳在场边聊伤 场上是少打一人的呀 我发现了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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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